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你們的電腦 話說你這個身材 一看就是吃遍大江南北 開玩笑老饕級的啦 隨便考隨便問啦 確定喔 沒問題 好 問你龍山寺要吃什麼 開玩笑 龍山寺 那就是要吃那個龍都蘋果寺嘛 那個有百年歷史 那個不吃不行啊 我還沒吃過耶 龍都蘋果寺 去吃看看 真的 那遠一點 屏東咧 屏東 那勝利路任家涼麵嘛 對不對 除了涼麵好吃之外 旁邊那個涼皮 吃下去真的Q軟啊Q軟 真的假的 屏東你也知道 去吃看看 好 最後這一個你一定答不出來 哪一個 北投泡溫泉 而且是正在泡溫泉 ING 看你怎麼吃 ING的話 直接就燙一個什麼雪場蟹啊 燙和牛啊 你為什麼可以走到哪兒 吃到哪裡啊 你的溫泉也太燙了吧 小洋哥 台灣人就是愛吃啊 不管是我們到世界各地去旅遊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先去找說 哪裡有好吃 哪裡有好料啊 好像真的耶 我們到哪裡先搜尋的 第一件是一定是當地的餐廳 餐廳嘛 再來才是景點嘛 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習慣 那外國朋友呢 他們好像可以出國玩隨便吃 隨便吃 然後但是玩很重要 而且背包客 背個背包就出去了 而且身上也沒帶錢 對啊 怎麼會這樣 那今天好好來探討一下 那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走到哪兒就吃到哪兒 對美食就是愛不釋熟 我們的藝人團代表愛三位 當然對面呢 吃東西還是要看地方 你也幫幫忙 我們聯合國行來 歡迎 美食對於台灣人來說 是出國最重要的目的 而台灣人對於吃執著的行為 卻讓外國人很不解 馬上來看看中西方 有哪些飲食習慣的差異呢 台灣人真的有發現 有這樣的狀況 真的 但是只有我們台灣人嗎 還是說其實有些地方 在我們的國家是不能吃東西的 真的 在你們那邊 不能在哪裡吃東西 有嗎 會嗎 而且不只是在走路的時候 你們在計艙車 也一直在吃東西 因為很多東西都買得到 一定要把握時間啊 對啊 對了 就你先買個東西 然後坐上計艙車 還可以吃 就對我們加拿大人來講 還是很誇張 因為我們加拿大的計艙車 不決在裡面吃東西啊 真的好不友善喔 沒有 因為其實他們有規定 是很嚴格的 如果它有臭味 或是它有很髒 就是東西有掉在上面 這樣不行 其實公司可以沒偷吃啊 是嗎 在日本 計艙車上可以偷吃嗎 可以 偷吃 什麼可以偷吃 哪一種偷吃 小心 哪一種偷吃 對 因為那個日本人是真的 那個譬如說那個 三角的那個什麼 飯團 飯團那一種都可以吃 但是有味道的 三角內褲就不行 對 因為臭臭的 好了 沒有啦 那個東西就是有比較味道 重一點的 我們不太會吃 味道重的 不能吃就對了 不是不能吃喔 沒有規定 這個是我們的良性 有時候真的買一包鹹酥雞 你知道 上車那個味道 不用吃味道就很大了 對 所以我覺得日本人 這麼嚴謹 這麼有禮貌的國度 我上車去做三手線傻眼耶 三手線那個上下班的巔峰時間 你知道那擠的是跟什麼一樣 很開心 然後那個很美麗的上班族 他還可以從他的口袋 拿出三角內褲 沒有 三角 三角半團 還那麼擠還可以吃耶 你說他一定要很貼身的這樣 對 然後這樣子 然後這樣吃這樣 然後我就傻眼想說 日本人那麼重禮貌 怎麼會在這麼擁擠的捷運吃東西 而且他們還說是OK的 捷運上可以吃喔 可以 但是那個是意外啦 我覺得是意外啦 就是因為通常是我們就是很多人嘛 對不對 那就是說 而且是三手線就是很擠嘛 對啊 那一般的日本人也不太會吃 或許那個人忙到沒時間吃飯 就是搞不好吃快暈倒 對 是真的喔 因為我們是真的 因為我上一次去那個日本啊 那個我一個人去滑雪 到那個機場 然後就是坐三手線 那一天扛好很多人 而且是東西很多嘛 然後每個人都看我說 哇塞 這個人怎麼會這樣 很擠喔 但是有聞到味道 有人還要吃那個三明治 然後裡面又是咖哩口味的 啊 對 但是那個就是大家還是會覺得 這個人 對 怎麼會這樣 但是基本一般的日本人不太會吃啊 可是之前不是有日本女藝人 在心肝線上面吃包子 就被你們說成無理 很失禮 還是因為都沒有買給你們大家吃 沒有啦 但是我們的規定 法律上我們的心肝線 接藥 三手線都可以吃 其實都可以吃東西 裡面 所以那個女藝人是無辜被罵囉 那個女藝人怎麼可以在車上吃東西 會影響到大家 所以JR三手線還有心肝線上面 都可以吃東西 可以啊 這是夢多獎 是啦 等等啦 這可以啦 是可以 但是我們比較不會 哦 是 這就是為什麼日本的火車便當 都是涼的嗎 所以沒有味道 沒有 其實也是有熱的 但是我們日本人比較喜歡 吃人的那個便當 你想想那個日本的那個米啊 那個還有那個便利商店 是其實不是熱的啊 那當時吃這些是比較好吃 我們是習慣的 所以我們來到台灣 或去別的國教的時候 欸 便當是熱的 這個是我們 對我們來的 所以很驚訝 像我們上次去也是啊 我們一群人要做 從東京做新幹線到那個 清井澤 然後因為大家在趕路就想說 反正路上買了便當 我們就在車上吃 那因為我們有六個人 所以其實大家一個人 一個便當的時候 大家都在看我們 但是是可以吃東西的 可是他就是要 讓你覺得 嗯 不對 好 是 是 韓國的話 韓國最近新的法律的規定 就是我們在索爾裡面公車 不能帶外帶杯子的什麼咖啡 或者打開的飲料 怕傻了是不是 對 或者是那個台灣的 什麼眼塑機一樣 什麼可以直接吃的那種東西 不能帶上車 我們的司機可以拒絕他們 就不 不讓我們上車 因為我們上 我上次去韓國的時候 我不知道這種 有這種法律 因為這個法律是 韓國二 去年1月4號開始的 在索爾裡面的 然後我上次去打公車的時候 他們 因為我 我那時候帶有一個咖啡 外帶杯的 然後就是 他不讓我上車 很兇 然後就我跟他說 說為什麼 你自己去找 網路上 我們的新的法律規定 然後就是 真的喔 對 不能上車 所以如果比如說 像我現在下班之後 想要去夜市買包鹹酥雞 帶回家吃 這樣不行 對 不行 完全不能上車 司機可以拒絕 要放在背包裡面對不對 對 其實這樣不行啊 背包裡面的話可以 但是如果司機聞到味道 那可以 不行 那如果我多買一袋 請司機吃呢 歪樓 就說今天擺明就是要來鬧事 就對 是這樣嗎 本來台灣也是 在公車上不能吃東西嘛 是 可是我很常看都台灣公車上面 什麼喝飲料 或者吃一點東西之類的 對對對 其實是會貼啦 但是好像也沒有明文規定嘛 對不對 只有在捷運裡面 大家都不敢 真的不敢喝東西 對 對 捷運是連水都不能喝嗎 水他說小朋友可以 對 小朋友可以 小孩子可以 除非你要吃藥也可以 喔 OK了解 上一次我們那個去日本外勤啊 然後其實人我都 有些規定不知道 我們去那個日本的前朝 阿萨克沙那邊 然後呢 我們比如說九州的那個 仙宮 熟悉仙舍 那邊也是旁邊是那個白毯子嘛 就是有一點像那個台灣的夜市一樣 然後那個仙草那邊是 就是一堆是吃了喝的 就我們也很開心 然後我們也是拍攝開心 然後買了那個棉花糖啊 那個還有房子是小吃 然後就把那一邊賣完的時候 一邊吃的時候 那個老闆說 救救救 打賠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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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賠 我說蛤 為什麼 他說我們這邊可以吃 但是不難一邊走路一邊吃 要停在定點吃 妳知道怎麼吃嗎 因為那個小湯子嘛 所以位置很小喔 因為有些就是但是排隊 那排隊是排隊的人在這裡嘛 然後我們是那個可以吃的 就是那麼小的位置喔 那麼小 我們五個人就是這樣在一起 這樣子 他們的規定 但是這個東西 應該是哪一區的應該是政府吧 或是哪一區的就規定 那我們像九州呢 每個地方也是喔 福岡的一個城郭也很多人喔 但是哪一條路是可以一邊走一邊吃 所以必須要我們先看清楚 這邊可不可以吃東西 對 都講的那個我上次 前幾個月去也是這樣子 你知道就我買的是那雞蛋糕 就還好我是買六個 因為它有六個 十二個這樣子的裝 然後我們就買六個 你知道我跟我女兒兩個人 不能吃耶 就當場站在那個原地 要把那六個趕快吃完 不能邊走邊吃 不能 對 而且它是打開的 所以我必須要吃掉 你的一種去年 它有改一個新的法律 就是在威尼斯 弗洛倫斯 它們最主要的景點 它們在中午到三點 還有六點到十點 都不可以吃任何東西 為什麼會規定這幾個時間 就是因為它們 都有兩個理由 一個就是那些景點 一定要很乾乾淨淨的 它怕很多光光去哪裡吃東西 吊什麼麵包啊 或者很多人在為你吃 他們吃麵包 然後他們用一樣的麵包 去餵鴿子 然後那個就是政府說 這個不行 不行 然後再來的話 他們要幫忙就是餐廳有生意 所以說你就要吃飯 你就是要去餐廳吃飯 可是我那個時候不知道 因為在台灣 其實你任何觀光景點 基本上你都可以帶你的東西去吃 如果你去中正紀念堂 國父紀念館 沒有人跟你說 你鹹酥劑不能進來 不是 而且食物的類型也有差吧 比如說我們在羅馬 如果我買了一個酒辣的 應該這種東西是可以邊走邊吃的吧 冰淇淋可以吧 但現在喔 它從今年 如果你到那個景點那裡 他們如果警察看到你 都跟你說 小姐 不好意思 你要把它吃完 那如果我再買一隻給他的話 你走到哪裡都要考這個是不是 大家一起啊 像我那個時候被趕走 我就那時候吃雞拉豆 在一個威尼斯館廳 然後警察跟我說 你不可以在這裡 就是麻煩你離開 吃完再回來 那我吃完就沒有回來了 隨便答 那那個共多辣可以吃嗎 就是那個威尼斯共多辣 我覺得一邊搭船 一邊吃鹽酥雞好像還不錯 你在那裡拿生的豬鹽酥雞 一個奇怪 一個啤酒 如果你在為你是買得到鹹酥雞 那你什麼都可以做 沒有啦 就是炸雞配啤酒醬 就是在共多辣上面 我們可以吃東西嗎 可以 在共多辣上可以吃東西 可以唱歌啊 可以罵那個... 船夫 為什麼要罵他 不是船夫在罵我嗎 有很多人帶情緒不知道 有一些那些什麼觀光景點 是真的就不能了啦 那些地方就是要補 你看像歐洲很多那種 皇宮啊 去參觀 補雞啊 還是真的很多人在裡面吃東西耶 那個真的就不好 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只要動動手指 就可以給我們很大的鼓勵喔 記得要按下鈴鐺 讓你收看最新的影片喔 如果還看不過癮的話 記得去點選這邊影片喔